金馬影后李小璐與佳乃亮結婚後 於2017年被爆出出軌老公的好兄弟PG1 兩人的婚姻隨後劃下句點 李小璐也因形象崩塌 像是在演藝圈站夯當上網紅 日前她曬出一段舞蹈影片 在影片中大跳Blackpink激俗的新歌 窦窦無資吸引粉絲們狂讚 不過格外引起注意的是她背後的大豪宅 據悉她居住的房子 位於北京朝陽區 房價約2000多萬人民幣 過去她也曾曝光過家中內部狀況設計 包括水晶吊燈、家庭KTV房 以及超寬敞的廚房等 不禁讓網友感嘆直呼 就算她被封殺又如何 家庭背景足夠雄厚的話 日子也過得逍遙快活呢 至於PG1 這幾年也一直試圖付出 卻在發行新歌後遭到大量檢舉 帳號更慘遭封鎖 翻身的機會似乎渺茫 坐下 通常 月動物 還搜尾 就像 空 晋